湘西感尸究竟如何让尸体冻起来奔赴万里的 用乌药 用竹竿 用人碑 感尸人又是如何进入这一行 开始与死人打交道的 今天小董历史就为您揭秘 湘西感尸的全部流程 感受一下古老诡异的感尸文化 首先便是 什么样的人会成为感尸人呢 感尸人常年咒服夜出 与尸体打交道 绝不是什么好活计 但在乱世为求个活路 还是会有很多人前仆后继的去拜师 因为乱世最不缺的就是尸体 算是少数几个 只要肯干就一定不亏的工作 但这也是一个宁缺无烂的行当 选拔也是要有很严格的标准的 首先要16岁以上 身高1米7 面貌丑陋 八字硬 身体要很强壮 能够长途跋涉 能够背尸体 符合这些基本条件之后 才开始进行考验 第一项是 老感尸将将一件东西 放在荒山沽坟坟头之上 让应试者晚上出发 再规定时间取回来 证明你有足够的胆量 第二项是 先让应试者看着天上的太阳 确定方位 然后不停地转圈 在停下的时候 立刻说出东南西北四方位 若是白天的时候都辨别不出 在晚上遇上鬼打墙的时候 更不行了 通过考验后 让徒弟的父母立好自觉 然后才开始传授感尸知识 徒弟必须学会36种功 才能取感尸 第一件就是 站立功 让尸体站起来 第二件事 行走功 让尸体跟着赶尸降走 还有下坡功 牙狗功等 能让尸体如活人一般听话之后才行 再往后 师父会带着徒弟 实地赶几次 让其熟悉路线路况 以及沿途的死尸客栈 路线早就设计好了的 只在最后送尸体回家那一段 有所不同 路上也尽量比开 崎岖难行的沟坎山地 赶尸一般出门少则数月 多则半年 途中必须借助死尸客栈 这是专门为赶尸人和尸体准备的 一般人补助 偏僻少人的地方 一间客栈大门 一年四季 无论白天和夜都开着 门板后面 整整齐齐的都是尸体 赶尸人在天亮之前赶到 晚上离去 徒弟书系全部流程之后 就可以出师了 赶尸的过程是什么样子的呢 先是要做生意 古代不管官府还是私人 杀了人都是要给烧埋钱的 赶尸是一种相对来说 最便宜的方式 配送范围 往东直到靖州 往西直到乌山 福陵 往南则可以到云南 贵州 北直到常德 不能过洞庭湖 再远就不是苗族鬼国的地界了 再怎么熟练的老师傅 也赶不动了 虽然一句诗是赶 一群诗也是赶 但赶诗人也有自己的规矩 不是什么诗都赶的 有三赶三不赶的说法 被砍了脑袋的 就将脑袋和尸身 拿线缝起来 受脚型的 和战笼而死的 也可以赶 战笼就是 外人被关在 比人高一截的笼子里 脖子被木板卡着 必须时刻垫着脚才能活 脚踏实地的话 就会窒息而死 这三种被迫受死 心怀怨念 有极度思念故乡和亲人 可以用法术 将他的魂魄照来 用符咒 封在尸体之内 就可以带着翻山越岭了 三不敢就是 自己病死 投合上吊的 雷达火烧的尸体 这三种 找不回来的 总不敢在野王爷手上抢魂吧 第二种 投合上吊的 他们的魂魄 代替了原先的水鬼 和吊丝鬼 召来他们的魂魄 原来 那些还是不能投胎 就会找下一个体丝鬼 害死更多人 这种伤天害理的事情 不能做 第三种 雷达火烧的 被天打五雷轰的 一般都是 十恶不赦的恶棍 这种尸体 扔在乱葬岗赎罪吧 被火烧的尸体 全都炭化了 可能还没出发 就要散架 这种事故 可不能沾热 再之后 就是尸体防腐了 湘西 盛产猪砂 猪砂 是重金属 又一种药材 能够防腐防臭 用猪砂 点尸体脑门 背部 胸膛 左右手脚心 和蹊跷 封住三魂七魄 选择在晚上凉爽的时候 赶尸 这样 经过几个月的时间 尸体依旧轰光满面 不服不臭 赶尸匠 不管情语寒暑 都戴一顶 画有阴阳八卦的 青布帽 穿一身青布长衫 腰间 洗着黑色的腰带 腰包里 全是赶尸所用的符纸 和买路的纸钱 怀抱着一只黑猫 脚上则是一双草鞋 无论有多少尸体 都只有一个赶尸人负责 活人在前面 领着尸体走 尸体布置一个的时候 就用草绳将尸体串联起来 尸体都戴着高筒毡帽 额头上贴着震尸的符纸 赶尸人不打登陆 手中摇着射魂铃 一边走 一边敲锣 提醒行人避开 有狗的人家 把狗关起来 免得冲撞 咬坏尸体 因为赶尸只在湘西父亲流行 所以 湘西百姓十分了解 并遵守这些行为准则 听到赶尸阴罗的声音 会回避 会把狗关起来 而且在湘西 村子外 也是有道路的 不像其他地方的道路 是川村而过 也只有在湘西 才有死尸客栈 供他们歇脚 赶尸途中 基本不会出现多少意外 撒着纸钱 摇铃敲锣就将尸体送回亲属家里 在要送到的千两三天 会让死尸客栈 通知死者家属 提前准备好 装脸棺果 等死者一到 就立刻穿戴好入脸 入脸全过程 不准旁人围观 只能有赶尸人 在三更半夜完成 主要是怕活人 阳气重 惊奇失变 等一切就绪后 才会让家属 查看尸体确认 若是家属情绪激动 准备好一嗓子 赶尸人还会及时劝阻 免得让尸体听到了不安 晚上托梦 这就是整个赶尸的全过程了 若是非要为赶尸找个科学依据 和合理解释 该是什么呢 最早的说法是乌骨说 尸尤用巫术召唤战死军士回家 听着既很离谱 又无法考证 不足为信 还有一种说法 是背尸说 两个人敢尸 一个在前面引路 一个背着尸体 一起逃在长筒沾帽里 就这么一段一段的 轮换着将尸体背到家里 但这种说法漏洞百出 一具尸体还好说 很多具尸体该怎么背 客死他乡的 多是成年男子 再怎么强壮的赶尸人 也背不起这么多的尸体吧 沈从文在文章中也写道 遇上赶尸 哪些尸体还会避让车辆 像活人一样 也有开过死尸客栈的人说 就是一个人赶着四五具尸体 尸体一跳一跳地 跟着赶尸人走 那就绝不可能是背着走了 还有药物说 就是赶尸人 给那些将死未死的人 服用苗领的一种药物 将其麻痹催眠 任其摆布 赶送回家乡 这也是死者 面容如生的原因 但这也不靠谱 死者大多数是受刑而死 官府必须让五座验尸 确认死亡后 才肯让你带走啊 唐朝倒是有类似的神知 专给死人准备的 含有拱合身 能够防腐 还能让尸体气色很好呢 最后一种还比较靠谱 那就是竹竿抬尸说 给尸体穿上硬实耐造的衣服 用长竹竿从袖口 将尸体穿好抬着走 尸体手向前伸 身体随着竹竿上下晃动 脚也有规律地点在地上 远远看去 就像是僵尸在跳动 这样主要有两个人就可以抬走很多具尸体 也符合之前客栈老板的描述 或许我们的僵尸文化就是脱胎于此 不管怎么说 随着信息时代的到来 最后的赶尸人也年过花甲 这样的密室也会渐渐消失在历史长河中 只留下支言片语 让后人猜测揣摩 落叶归根 胡死守秋 望不掉的乡愁 却一定可以等到回家的那一天 当年被迫前往台湾的中华儿女 生前不能回归故里 死后也要嘱托子孙 让他们将自己的骨灰送回家乡 与自己的祖先家人在一起 看着千里江山 盛世太平 千年万岁 娇花送生